對 就是這邊全部都是 糞水浸泡的痕跡 所以那個時候他們就跟我講說 我就先做一件事情 我就是用市集安跟薄荷除臭 就是把所有有被浸泡的地方 水泥的縫縫啦 然後還有任何 反正只要看得到 我就通通都用這兩瓶 薄荷除臭真的無敵超級好用 拜託大家一定要買 它的儲味真的是救了我 你們可以想像 因為我的浴室不大 然後我就是因為出門前 有把浴室關起來 所以它的糞水才沒有噴出來 雖然它還是溢出來了 但是至少那道門的縫 底部那個縫 它造成了某種程度的過濾 只有糞水裡面的一些稀稀酥酥 才流出來 所以我告訴大家 我家的浴室是黑的 地板都是黑的 因為糞水都在裡面 那些被稀釋出來的 那些大便裡頭的小小的東西 那些東西 都在我的家的 在折耳的地板裡面 所以呢 它要流淚 糞水其實是最多細菌的 所以我不僅要做到清潔除臭 我還要做到抗菌 所以那個時候我的第一步是 我就是噴薄荷除臭 然後再噴四幾岸 然後我是先噴 噴完之後 我是沒有做清理作用 因為我想要讓它在上面一段時間 因為畢竟真的太臭了 對 因為我還鼻塞喔 我很鼻塞 我進去我都覺得受不了 所以你可以想像到有多臭 我第一天回到那個屋子的時候 它的臭味消出超級無敵多 真心的覺得薄荷噴霧真的太厲害了 它真的非常很快的幫我把那些臭味 通通都包覆跟消除 它只剩下一絲絲 那那一絲絲是什麼呢 那意思是其實就是你的整個家 味道它是會無所不在的 它是會隨著風 它不是只有進到的地方才會沾染喔 它是你整個空間可能都會有 所以那個時候 我四幾岸跟薄荷我還是照用 我用了一天之後 我隔天再進去那個房子 一點都不誇張 它的味道真的少掉太多太多了 所以我那時候真的覺得 這商品真的是無敵超級棒